Kyle,歡迎你 Hello Kyle 我看過你的面試片段 你是擅長中西合璧的 但為何不選擇傳統的法國菜 傳統的法國菜裡面的材料 在香港比較難找 就算找到比較貴 第二,我想用一些西式的煮法 迎合中國的材料 去迎合香港人的口味 我知道你之前都是做這些甜品和包店 為何不繼續呢? 這些就哄他開心一點 因為甜品和法國包的行頭比較窄 我也想深掃多些 想學多些煮食方面的東西 所以選擇了做法式西柱 今天會教我們做些甚麼菜式呢? 今天想教的是一個義式的炒飯 但用臘肉去做的 即是Risotto 沒錯,用Risotto 但用中國人的材料 臘肉、臘腸和氧腸去做 好,一起看看怎樣做 我現在先切了臘腸和臘肉 我看你的材料是做臘味煲仔飯 對呀 有臘腸、臘肉和芋腸 對呀,其實我的概念就是 是臘味煲仔飯的概念 就是用意式的煮法去做 廣東的煲仔飯 有時候煮到要有飯椒、香的味道 我相信這個也不同 不同的,Risotto 最重要是講求它比較奶油 但奶油的樂樂園 就是米飯裡面的澱粉質 對呀 所以要慢慢炒、慢慢下水 才會有這個效果 而且我覺得臘腸、臘肉 有點像中式版的煙肉 可以這樣說嗎? 可以這樣形容的 意式意大利腸 是的,意大利腸 其實比意大利飯也挺合的 但又沒有選擇用臘鴨加進去 臘鴨因為味道比較鹹 對呀,會過分地重 對呀 所以就選擇了只用臘肉 對呀,主要原因是 因為臘腸和臘肉的油分比較高 嗯 我下鍋的時候就不需要下油 那它本身出的油 就是它自己的油 對呀,就可以炒到一些飯 最主要是千萬我們炒的時候 不要停在這裡 一定要不停地炒 不停地炒 對呀,對呀 你知道我們煮的煮不是嗎 我們在一個鍋裡加點水 然後讓它燒 然後臘肉的臘尾 這個味道就這樣 加了飯 加進去 這個要炒著 對呀,有點像生炒糯米飯 對呀 對呀 對呀,類似是這樣 我真的切得很碎 對呀 我想問一下 你切這個臘肉 有沒有其實也不用切得那麼碎 因為它本身 它的油脂一落 可能就會融了 會變得更小 會變得更小 油脂會融的 會更小 對呀,但最主要是想它的肉粒 跟米差不多 這個尺寸 那你吃下去 你會吃到有臘肉 和有飯 儘量都是不想好像分開了 對呀 但我看你也有用冬菇 和瑤柱 對呀 我完全用了煲仔飯 這些配料 用一個西式的煮法 希望做到一個 比較出色的意大利飯 可以做生菜包 可以做 我們幫你變化很多菜式 那你冬菇是否都是切粒 還是切片呢 切粒是切粒 全部都切粒 然後把蠟腸拌進去 對呀 主要就是想 所有東西都同一個尺寸 我很喜歡冬菇的香味 其實也很配合 跟我們的蠟腸、蠟肉那些 對呀 幫我先熱一下湯 哇,很濃郁 用了五個小時燉的湯 用什麼材料燉的 好濃郁 很多不同的菇 羊土菇 很鮮 冬菇 還有一些白玉菇 這個五個小時的湯 我一滴都不想浪費 浪費了 你不要說 我起初以為你是浸冬菇的水 第一步我們先炒一下蠟肉 好 其實你怎樣可以令到 例如外國人對於我們中國的 蠟腸、蠟肉那些 會覺得容易接受 容易接受 就像我現在這樣 做一個西式的煮法 是 我想你們了解到 其實像剛才你們所說的 蠟腸跟他們的Bastrami 可能差不多 是 他們的Cure的肉 都是差不多 我覺得其實做法很影響 和邁上的接受程度 是的 你要找些東西吸收油 當然 還有就是要用這些油去炒飯 炒飯 這樣才可以每粒飯都包著 包著香味 其實油香很重要 是的 也出了很多油 是的 肉都開始脆了 對 你看到儘量把油放在這裡 這樣咬下去也會有點脆口 對 因為質別是待會要加湯的時候 你要怕它太軟 隔開之後 其實可以炒蔥花 爆香的蔥花 OK 這樣會留一點來做擺盤 待會會 爆香的蔥花 留一點 都會爆很多 對 最主要取出蔥的味道 其實基本上我們全食材 都是用中國材料來做蔥 有沒有加芫荽 有沒有芫荽 有沒有芫荽 芫荽味 這個可能會影響整個蔥花 原來蔥花很香 原來加這個油 對 你看到它爆了蔥之後 不要太焦 是 可以煮下冬菇和乾芽草 你看 加上這些濕氣水分 就不會那麼濃 對,就不會那麼容易焦 是 一般意大利粉 他們會用乾蔥或洋蔥 是 因為我想用中國材料 所以用青蔥去做 你有沒有試過怎樣可以令… 即我個人喜歡我們的皮蛋 真的有些… 這個真的很難 真的很難 蝦醬反而比較容易 因為他們的藍芝士 對 味道上是差不多的 所以他們都容易接受 想問為何你要離開一點點火 因為怕太熱嗎 對,因為如果太熱的話 它就很容易焦 你看到我離開一點點火 它仍然是在煮 那為何不索性關小火呢 不要拿起它 我仍然有那個鍋器和那個鍋器 所以就用這個方法拿起它 對 我本來以為這些是用來追女生的招式 它應該拋不起來 我看到有控制溫度 煮的整個火候真的很重要 很重要 對,很重要 因為你萬一焦了 可能整碟菜都不能吃 對,特別是溫差 所以我們要保持溫度的湯 就是這樣 對,而且經常看到柱子 只要這樣拿起來 放下,拿起來 那是瑤柱吧 對,有意思 但是我看現在它都開始收了少許油 對,對 那放完乾原廚之後 就可以放一些芥蘭 為何要想到用芥蘭呢 因為一般我們吃煲仔飯 它們放在面上的就是芥蘭 就是芥蘭 對 但其實我覺得這個飯 這樣放芥蘭是很好吃的 因為芥蘭的質感 很多菜飯是做不到的 其實菜心不行 菜心也可以 但是因為它的芥蘭是吃它們的狂 它的狂就比較出味 其實我覺得譬如豆 四季豆 這些都是 都可以的,可以試一試 你看到油都炒得差不多 這樣就可以開始下米 好 是不是洗過呢? 不需要太洗 因為洗米其實最主要洗了些什麼 它們的澱粉質 如果你洗太多澱粉質 到最後我們出碟的時候 可能會不會太酸 不夠酸 Risotto煮的其中一個重點 就是控制它的火候 因為是很容易焦的 對,所以一定要不停地攪點 不停地拋鑊 那一炒到它什麼程度才可以 下湯 最重要是所有米都會有油在上面 看到它 一粒粒很閃亮 對,閃亮亮 然後看到它們的油包完之後 就可以放其他的液體 玫瑰露 因為它本身的酒比較香 而且是中國的酒 剛剛玫瑰露的香氣 但它的香味又能夾到辣味 對,因為還會加醬油 但其實待會加醬油 會不會又很容易黏底 很擔心黏底 對,所以會中火炒的 現在小火炒 對,小火炒 我給剛才 你不是最後才來調味 不是的 一做就要開始調味 對 主要resotto就是加了液體 看到它沒有液體 就可以再加之後那些 一般要炒多久 一般來說 煮resotto要20分鐘 要有耐性 對 但我想問 有些人可能想用珍珠米 或者泰式米去做 其實都應該可以 雖然不是中西合避 但它們的澱粉份量可能會有些不同 對,那就變相可能 多一點還是少一點 這隻就比較多一點 多一點 對,炒到這個狀態之後 就可以下湯了 開始 其實可以慢慢一口一口下 逐一口下 對 為什麼一次過倒進去 因為你要慢煮 如果一次過倒進去 就變成像蒸飯一樣 就會很快就沒有了 對 對 那要隔多久去倒一次 煮到它差不多沒有水 千萬不要吸過 因為一吸過它 它快熟 它就開始會成飯 我看到狀態好像差不多了 對,你看到米都開始發脹 現在其實最後加多一點湯 再煮一會就可以了 黏性已經很厲害 對,你看到澱粉已經開始出來了 即是它是越煮會越黏 對 所以你會不停地加水 令它不會太夠一塊塊 怎樣認為它差不多 就是你看到它的水分 出來都是黏的 你看到是好像打了蟹那樣 其實全部都是它裡面米的澱粉質 你看到現在還有一點水淨 我就在這個狀態之下 就會加牛油和芝士 重點是你加牛油和芝士的時候 最重要是關火 因為芝士和牛油太熱 對,太熱的話它就會焦 為什麼你不現在加芝士 因為要牛油先融化 對,融合了所有的汁裡面 然後再加芝士 哇,牛油很香 現在就加芝士 這些是什麼芝士? 芝士 味道沒有那麼重 但也有一點淡香的芝士 對,所以不會蓋過你本身想要的味道 本身已經夠黏了,打到芡 對 所以你看到如果我撕起上來 有拉到絲 很美味 會自己留下去 然後再加上香腸和蠟肉 哇 千萬不要開火 因為你再煮的話 有機會米就會爛 基本上就完成了 好 可以上碟了 接著就放少許擺盤 剛才的蠟腸和蠟肉 剛才芥蘭的花 或者放上去做擺盤 這樣就略略炒一炒 這樣就完成了 來吧